欢迎 欢迎 我们欢迎你 欢迎收看大小真心社 大家好 我是大真 怎么了 你开始有点反胃 大家好 我是小真 你怎么了 我刚刚有点想打嗝 有点心 对啊 刚刚早餐吃得有点饱 没关系 我们这个大小真心社呢 两性诊疗 议题诊疗室 就是接收任何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 到底今天是谁 跟我们分享她的问题呢 哈啰 主持人好 我是莱姿苗栗的佳琪 佳琪 你怎么了 我上个月呢 男朋友发现我胸部 有一些异样 你胸部有异样 是长了第三颗吗 哪那么恐怖啊 他没有变 但是他有分泌 类似像乳汁的东西 你没有怀孕也没有生小孩 对 却在分泌乳汁 这个听起来也可大可小 对 我们请到的解惑专家 就是我们中校医院 妇产科医师 詹景泉 詹医师你好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医师那他这样子 没有怀孕 也没有生过小孩的情况下 忽然间就分泌乳汁 是有什么事吗 首先我要很恭喜两位主持人 你们的观念是很正确的 就是说一般来讲 妇女会分泌乳汁 大概怀孕跟生完产以后 这是所谓的正常现象 对 那除此之外的话 理论上不应该有乳汁的分泌 那会有乳汁的分泌呢 通常就是代表说 你脑部有一个叫 秘乳激素偏高 那秘乳激素偏高 通常比较常出现的现象 就是压力紧张 生活作息不正常的人 那通常他合并的现象呢 不只说乳汁的分泌 还有就是说会月经的不规则 佳琪你是不是最近 有什么样的压力 我没有压力 你听起来就有压力 对 你听起来压力很大 对 你现在是不是站在窗边 赶快往后走 刚才医师有讲 他说是大脑跟胸部 所以医师胸部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乳癌 对的确是没有错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就是说 有关于乳癌 自我检查就相当的重要 那自我检查的时间 一般就是要说 月经来完的时候 因为到了月经快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身体荷尔蒙的改变 那个黄体素会增加 因为这个黄体素 事实上就会让胸部变大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 是说吃避孕药 可以让这个罩杯升级 升级的部分 那也是因为这样 因为你紧或变大 所以你会觉得说 摸起来的感觉 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东西在 所以你说月经 走多久之后 可以开始做 最好是月经刚走的那几天 对 那时候是最松软的时间 其实我还倒是真的觉得 詹医师 你应该要教我们 怎么样自我检查 对啊 你可以露出你的不法 教我们怎么检查吗 一般来讲 我们乳房检查 第二大概通常来讲 会有三个步骤 譬如说要洗澡之前 那就不用在 大庭广众去拖了啦 那在一般浴室里面 也都有镜子嘛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要看 你两边的胸形 是不是对称 就是说 你以前的形状 会不会差异性 越来越大 可是通常都是 左边会稍微 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我来说 他跟你 你心脏在右边 所以我刚刚提到 那个重点是要跟你 以往做比较 不是要跟别人比 就是说 你如果说这个 有这个差异性 觉得越来越明显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征兆 那第二个就是要做挤压的动作 就像刚刚讲的说 要挤压这个乳头乳晕的位置 看看有没有这个 乳汁的分泌 或者是说 有时候不只是乳汁 有时候可能是会有血啦 或铁锈色的分泌 那这个当然比较不好 那挤压要很大力吗 要用门脚 不用 不用 我想 我想两位都是 酷刑吧 用门脚 我想两位都是生过小孩 都知道说 在喂母乳的时候 事实上不是要用力挤 用力压 而是要去刺激 他的乳头乳晕的位置 那事实上就轻压 轻挤 各个方向去 做这个触摸的动作的时候 就知道有没有了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要在每个方位 要去做一个触诊 那我们可以 就是说顺时伸 或逆时伸 方向都没有关系 尤其我们的重点是外 四分之一 外上四分之一 这边吗 对 这是外上四分之一 还有腋下 刚刚小正提的 这个是腋下的位置 这个的确是 比较重点的位置 一般我们建议 三十五岁以下的妇女 因为这个乳房的组织 比较紧实 我们可以先选择 做超运波的检查 那三十五岁以上的妇女的话 一般要做这个乳房摄影 那乳房摄影如果正常 一般是两年追踪一次就可以了 欢迎 欢迎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